2018年中高考在即,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,白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,提醒广大考生在考试期间要合理饮食,注意劳逸结合,保持良好的睡眠和余柳的心情,做好心理调节和放松,以最好的精神状态迎接考试,一是可求合理善食,考生必须的家庭,学校安排个酒店,或学校食堂就餐, 不去无需可证,卫生条件差的餐业单位就餐,考试期间居家饮食一定要注意生,熟分开,避免生,熟食品交叉污染,排润食品应烧熟煮透透,且食品中心温度,应达到70度以上,醋芹肉,蛋,奶,鸡水产品,应烧熟煮透透后方可食用,避免食用生食产品,尽量不食用容易导致身体不适的饭菜如豆角, 豆浆,野生蘑菇,鲜蜡豆,黄花菜等,考试期间不食用隔夜饭菜,注重均衡营养,菜肴清淡,上昏多素,不要偏食,切剂暴饮暴食,二是适量补充水分,夏天天气颜色,饮水以白开水为宜,不要用各类饮料再起饮水,不要喝冷饮, 以免造成内肠功能紊乱,引起腹泻,三是注意食品安全 家庭用餐,要购买新鲜的原辅料,热菜稍熟煮透,建议不食用生菜剩饭 不要外购粮菜熟食,不吃生食孩产品和油米,生冷,刺激性大的食品 不购买街头摊点和流动摊饭提供的食品,四是切记盲目换食 家常饮餐照烤生平时的饮食习惯,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,尽量选择起爱吃的食物,改善生调方法 变化花样,吃饭菜更加可口,烤鲜切记盲目改变食物种类 不要轻易食用以前未吃过的食物,以免引起食物过敏或未肠道刺激 除出现肠胃不适症状,因及食道了医疗机构就诊,不适慎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食品,不要盲目使用保健食品 不要轻信各类形式的补养,提高记忆力等保健品宣传 购买时仔细查看说明书 有些保健食品原料不适合考生使用 且产品有规定的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及适用量 祝愿所有考生考试顺利 金榜提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